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进行自我评价的时候 我们往往会注重在自己不擅长的地方 而且个性越认真的人越是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 如果没有在各方面都很优秀 就不会获得赞扬了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 放任不拿手的事情继续不拿手 其实也没什么不好 因为对于不拿手的事情 不管再怎么努力 可能也很难取得太大的成就 同样付出十分努力 别人可以拿出十分成果 你自己却只有七分 最后你却因此陷入低潮 变得讨厌自己 何必呢? 相反的 如果你做自己擅长的事 可能只要付出七分努力 就能获得八分九分的成果 成长速度是很快的 做起来也比较开心 所以在生活当中 请用加分法来评价你自己 如果已经拥有可以获取高分的能力 就用它的成长来带着其他的负分 比起你在自己不擅长 而且讨厌的地方 再努力做自己擅长的事 可以让我们获得更多的成长 也更喜欢自己 扣分法是不会让你喜欢上自己的 关注你自己所拥有的 从那里开始 或许你现在的状态并不如意 不十分美好 有点疲惫 迷惘 但是千万不要因此 就怀疑你自己 甚至自暴自弃 人生就像是一只储蓄罐 你投入的每一分努力 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 打包还给你 有人说是金子总会发光 机会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即使现在你过得不是很好 也不要自怨自艺 即使你现在过得春风隔夜 也不要骄傲自满 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只要你肯努力 任何时候都不晚 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 就是不简单 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 就是不平凡 学会放过自己 给自己的心情 撒点阳光 把时间留给更值得付出的人 活得干净洒脱 才是爱自己的最好方式 一天一物